Hello 大家好 我是暖音 今天在视频之前给大家聊点其他的 视频做到今天 粉丝不知不觉就过千了 之前我游戏就是随便玩玩 随便做做 就记录一下我的游戏历程 没有好好的去做 包括像很多粉丝和非粉丝朋友 都私信给我提了不少意见 包括视频其实对新手的帮助 它不是特别大 我的那些视频 我都虚心接受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 我准备做一个系列 就手把手教你玩转一见逍遥 让每一个人 就不论是新手还是老炮 都能够有所收获 然后我会以这个连载的形式 在这个视频里面发布 争取每日更新 然后我的角度和其他人 可能有点不一样 我会考虑的是 如果我们把角色 当成一个项目来操作 你怎么做 你的这个角色 你到底怎么做 然后我从三个方面进行分享 分别是开源 节流和技巧 然后分享的是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 比如说你同等的刻度 然后同等的时间 如何花更少的游戏时间成本 获得更多的资源 以及游戏中的一些方法和策略 好 我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说这个第一讲 今天主要讲的是 中文的事物和悬赏令 该怎么做 悬赏令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可以存12次的 来知道的打个1吧 不知道打个2 我看看还有多少人不知道 我估计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小伙伴 他是不知道的 因为只要在化神 或者神力期以上 都建议存一下 因为第二天 刷新三次了之后 加上存的12次 一共是15次 这是上限 不要超过15次 然后15次 他是自动刷新的 这样子出现 橙色和紫色的几率 是远远高于 你每天自动刷新的三次 这样子 你刷新的机缘 就全部省下来了 我一般是只做紫色和橙色 如果遇到这种 比如说 我正好只有两个紫色的情况 或者说 我不需要 我身心石 我不需要气温精石 那我基本上会锁定刷新 然后对于林克和威克来说 那你就不要犹豫 你就直接选 你需要的这个蓝色 就行了 就直接点完成就行了 然后 我一般是只做紫色和橙色的 这个选赏 如果遇到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 我会不会在这里刷新 因为这里刷新 它的点这个 需要锁定 你看到没有 锁定了之后 它这个机缘 锁一个就是20 减20 非常容易点到完成 我会切到人界 直接切到人界 然后点到这个悬赏令 我会把这个全部锁掉 全部锁掉 只留一个 因为我有两个这个紫色 我会把整个的 全部锁掉 这个在人界它不容易 就是提交和这个 这个锁之间还距离要稍微远一点 不容易出问题 你看 然后我全部锁了 我点刷新就是20几元 然后刷了这个 我不要 然后我继续刷 好 这个我也不要 然后继续刷 我觉得这个功法不错 我就做了 但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点这里提交 如果你点这里提交的话 你要交一个这个蓝色的一个单药 然后你要切回到临界 切回到临界 在临界的这个小道童 随身小道童 这里点 你看到没有 中间这个功法点 你点提交 完成 它就不费 不费蓝药 这样一来一回 你就比没有看这个视频 又少花了机缘 然后多了两到三颗蓝单 多的单药 如果你没用的话 你喂宠物都可以的 这个方法对于蓝单 稀缺的零刻 其实是特别有用的 然后你其他的点完成 然后你可以不管它 也可以第二天 那个就是你在切回人界 再把它解锁 再直接把它解锁掉 就是这个你可以把它再解锁掉 多的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第二个是 我想说的是 我缺回灵界 中门失误 就是这个 中门的日常 有一个中门失误 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每日上线是存20次 然后加上第二天刷新的5次 是25次 也就是5天 有随身小道童是比较简单 直接点这个完成就行了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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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还插一次是蓝色的 没关系 我也无所谓 就直接点就行了 然后如果是 你直接在中门的 从中门失误5里进 你没有小道童 还没有开的话 你要小心 你开始失误的时候 和完成失误的时候 它全部都在这里 弹了之后 它很容易就是 比如你点完成 点快了 就点到开始 不要点快了 好 今天第一期的这个内容 就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 可以收藏 我会在这个视频里面分期更新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 投个币 下期再见